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1号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三笔坦利尔代定位加笔加条文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配戴效果 那有了笔加条文之后呢,这个带起来它会增加的立体,里面的肤间也会更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客户设计的一个logo和一个图外是一个小语文 再加上一个客户的logo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上的移动细节 这个是耳带的一个细节,这个是用弹力,弹力也无法铺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拉力的 那后边呢,是这个一小块 这个封电是可以设计的,如果客户需要更大一点的封电也是支持的 那整个口罩的样板介绍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3D坦利尔代带笔梁条的机器的一个整体外观 首先我们会去到料价那边的一个展示 我们的调试师傅会为我们讲解一下细节 这是这个料价是我们这个塔利尔代的一个六卷,六卷布料的一个料价 我们可以从那装六卷布料 首先我们能装这个面部 这个是第一层容配布 这个是第二层容配布 第二层容配布装这个脚上上 对,还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部 还有最后我们有两个那个塔利尔代的一个安装位置 好,我们的料价安装位置 所以这个是客户定制的四层 如果客户要三层的话我们可以剪掉一卷 剪掉一层这个容配布下面这个容配布 这一卷就拿掉就行 是的 那这四个揪片器是用来干嘛的 这四个揪片器我们就是为了 降低工作人员的一个超级人员的一个 一个能力 然后就是让它更简简简单化的让它去操作 把每层布料走齐 为了装饰飞机为了这个走 所以现在我们用是四个 这个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四层布料 是的,三层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掉一个 那弹力尔代它需要就偏气吗 不需要因为它本身是弹力的 那我们装它的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所以可以省掉一个 那这边我们是一个鼻楞条的一个部分是吧 是的,这个是我们一个鼻楞条 一个裁切推送一个部分 首先我们讲解那块是我们一个电动送料的一个 这个这个电动送料 因为每次踩完之后它推送 推送比较条 有电动送料更稳定 然后就是下面 这个是我们这个鼻楞条的一个推送电机 就是精准的推送把它推到那个 你画那个鼻楞槽里面去 这样推出来 对这个 这个是我们那个鼻楞条的送料 它采用似乎电机 它的送料精度会 会够进去 对 这个是我们那个鼻楞条的一个裁切 裁切就是把它切断是吧 把它切断 达到我们响应速度也快了 所以我们就全部采用了一个电动电动的一个结构图 那这些这些是感应器吗 对这些感应器是用了较整理点用的 每次断电我们上天要复位 所以我们要它一个猝死位置 我都每次去费量很少 OK 明白 那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一个齿膜 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印花齿膜 然后我们 客户可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图案去定制这块齿膜 那这个我看这个鼻花轴是比较小的 那客户的大小也是可以定制是吧 是的 根据客户设计的那个图纸来去设定它那个齿膜的大小都长 OK 好 那这边我看到还有一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是用来干吗 这个感应器是我们那个色标感应器 它对方设备可以在色标模式下去运行 定定位裁切 好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功能 啊所以是 因为布裁切 所以它是这个如果不带印花的话 它就需要用到这个 对 布带画文啊 需要需要那个图案 这种裁切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起动力 OK 平时如果像做这种白口教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OK 那这个是饼梁条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位置 OK 它整个这个三角区域是用来干吗 这个三角区域是为了一个我们口罩 从平面折叠成折叠的一功能 这边这边是一个折叠 最终折叠 然后这边进行一个转向转向 转向然后再折叠 它要转过来才这样沉着的 OK 那这边有三个轮是用来干吗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轮 第一个轮是我们一个封边轮 可以把封边的口罩的上边封闭起来 形成跟我们的设计图案形成起来 然后一个上边封闭 中间那个为胶轮 胶轮就是我们主动轮 就是传送整个布料的一个运行 这个后面是我们那个口罩 外轮部的一个采切管 这个 把它切出这种形状出来 OK 那我看这里也有一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同样也是 启用它那个电位色标后呢 就是它会前面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采切的阶段更高 OK 那每一个 那这边是每一个都是用四 轴都是用四伏区的 每一个轴上面都配备我们有独立的四伏 这个四伏区是用的什么品牌的 用核穿品牌 核穿是吧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鼻梁条件 啊 这个 这个是用来干吗 这个是用来调节我们这个送鼻梁盘 鼻梁盘送料的一个速度 用一个它的调节盒来调节它的一个 调它的速度 来保证我们那个送料时候比较平满 不是扯来扯去 好 OK 看一下 那到这边 这边 这个部分 这部分是我们那个废料收集部分 废料收集 对我们采切这样的边角料 通过这个端子把它拉出来 所以我们扯米料进行一个分别 对话 然后又处理 OK 所以成品口罩就从这里就下来了 这是我们这个成品 成品口罩这个 是这样的 OK 看那我们下一面看一下这个一些按钮的操作 首先我们讲解一个按钮 按钮这个为GT按钮 在紧急情况下 我们可以按下这个GT按钮来设备紧急停止 这个按钮为我们这个上电的设备上电的一个电源按钮 方便人去操作通电断电 对 这个按钮为我们设备的一个启动按钮 启动按钮 就是在我们设备 会完成之后 按下启动按钮 就会正常的一个复位 运行 就是上面的点动呢 点动就是点动就是我们在设备 按下方向 对 复位完成之后 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所有的 四伏电机者都会配合运行 好 松开之后就会立即停止 OK 所以这个是总复位吗 这个是我们设备的一个初始总复位按钮 就是通电之后 我们要首先要复位 找它的基础位置 后面 等待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这样启动 OK 这个就是这个 接着我们就贴持按钮 在运行的时候 按下贴持按钮 就可以把设备停止下来 OK 所以我们都是双语的 每个界面 是的 我们有中文 中英文和韩文 中文繁体 配合不同的区域 然后停止 OK 所以这是中英文一起的双语 方便 OK 看一下电箱 我们的电箱在哪一边 一个私物 在这里 这边好像显示是五个私手 我们今天有五个私物电机 配合分析 啊 那我们整机是有八个是吧 整机是有八个 后面有三个 就是我们 驱动明亮条才先 推锁一路 哦 在后面是吧 我看一下 哦 这里还有的 哦 这边 OK 这一部分是可以进行选配的 就是可以 可以用的时候可以用 也可以不用 哦 就是不用鼻梁条的时候 就把它关掉 关掉 OK 明白 那我看这里还有几个按钮 这个按钮 这些按钮是为了 人工去操作它那个 鼻梁条 一个裁切 推送裁切这些功能 啊 一个长度的选择 嗯 你展示一下 比如说送料轴这个 送料轴 然后我们首先我们把它把这个打到手中当态 然后呢 我们按一下它这个推送轴 它这里就会发生转动 哦 看到了啊 然后我们推送完一次之后 再按时我们内部写了那个防灾功能 就是不会让它推第二次啊 第一次才需要裁切一次推一次才可以 嗯嗯 我们按裁切按钮的时候 这里会进行裁切 裁切一圈 对 OK 所以成人儿童就是一个切换 对它成一个比较长度的一个切换 哦 成人是多长 成人一般是85 嗯 85 啊 没有毫米 85毫米 嗯 二重的话应该是75毫米 啊 OK明白 好 行 好 那么整个介绍就是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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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